都是违法要向苗栗县长刘振宏这样想办法来行销苗栗 真的是值得称许 我们知道卡列拉斯昨晚的演唱会 已经为苗栗带来4000万以上的观光效益 苗栗县长刘振宏就说呢 他未来还有行销奇招哦 下个月呢 他将邀请爱尔兰的大河之舞到苗栗来演出 为了让苗栗这个穷献翻身 刘振宏用的是名人家持法 那么他已经打红了像是马家庄 也吸引了红海远雄企业进驻铜锣科学园区 他说有信心让苗栗可以翻身 卡列拉斯演唱会县长刘振宏 比照北京奥运接待模式 要小姐们穿着旗袍 一一向入场观众局90公里 这场卡列拉斯演唱会 苗栗县用招商奖金中的2000万元邀请来的 赚取至少4000万以上的观光效益 素有点子王的刘振宏说 他还有奇招要让穷献翻身 刘振宏脑子里有一套行销策略 像是最先推的名人加持法连结马家庄 大选在马家庄开票营造总统新故乡 同时也跑力多向大企业招手 让郭台铭旗下企业群创科技进驻 也招来远雄建设 曾吸引台塑已故大家长王永庆的兴趣 进一步着手拼观光 找来费玉清与卡列拉斯演唱 刘振宏是闽南人背景创下首度闽南人 任客家县县长首例 招商冠军一亿元奖金 要让穷县博人气博热钱 个性狠直狠冲的刘振宏 有信心也有胜算 让苗栗不输 首善之都 中文新闻江建中 苗栗采访报道